來,這個 來,德學你看我這邊喔 賽跟口賽,有一個東西 一定要記起來的,叫做角度圖 跟著我寫,再幫你複習一下 寫在你的訂正筆記本上,或者寫在課本上 角度圖有時候是我們解題的利器 在某些題目裡面,有角度圖的觀念 你其實解題,可以加速 好,問你 同學,賽的零度是多少 我在208,來回答我,賽的零度是多少 零啊 為什麼賽的零度是零 因為賽是單位園上那個動點P的,什麼座標 Y座標 對吧,賽的零度,這個我這時候Y座標是不是零 賽的90度是多少 1 這時候你的高度是不是1 然後你當你在轉過來這裡,0的對面是誰 0 1的對面是誰 負1 對吧,這叫賽的角度圖 然後賽的好朋友叫做口賽 口賽的角度圖,你也要一併把它記下來 這兩個是一組的,好不好 好好學喔,這高二數學 來,口賽跟賽剛把我倒過來 請問你,口賽的零度是多少 1 口賽的零度是1對不對 口賽是不是看S座標 那個寬度變化嘛對不對 口賽的90度是多少 0 0的對面永遠都是0 1的對面永遠都是-1 一定要記下來 這個在高中生 誰沒有記這個角度圖呢 應該都有記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題目喔 賽拍就是賽的什麼東西 講話喔 就是賽的什麼 180度 然後他說他會大於賽的拍度 賽的拍度大約是賽的幾度 3.14度對不對 對吧 賽的拍度大約是3.14度 對吧 賽的3.14度 欸 請問你喔 同學,賽的180度是多少 看這裡 3.180度是誰 是0喔 賽的3.14度 同學,我問你 賽的3.14度是誰 你知道嗎 但是3.14度 是不是比0度大一點點 來,你畫一下 這個角度是不是叫3.14度 對吧 賽的3.14度 沒有人知道是誰 除非你按計算機 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比0大一點點 他這傢伙是0點多啊 來,9.0有沒有大於0點多 當然沒有啊 對不對 對,這個選項怎麼樣 這個選項是錯的 第一個選項是不能選的 這樣懂不懂 知道嗎 這一題就這樣而已啊 然後還有哪一個選項 可能比較需要講 就是那個 你們還有哪個選項不會 最後一個選項吧 像那個最後一個選項 你看這邊 賽的更號3 他說一定怎麼樣 小於更號3 對不對 來,謝謝 來,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你知道什麼叫賽的更號3嗎 你說老師這更號3是什麼 這更號3是弧度啊 那你說老師 那更號3是幾度呢 來,請看我這邊 拍弧度 來自180度 這叫拍進 進度啦 也就是弧度 來,那我問你 更號3是幾度 你不會現在這個不會吧 等比例換算 拍怎麼變成更號3 你把它乘多少 來講話 拍怎麼變更號3 乘以多少 對,拍分之更號3 所以 你告訴我 更號3 大約是幾度 來,180乘以 拍分之更號3 所以它是拍分之更號3 倍的180度 對不對 你說老師那它是幾度呢 不重要 180度乘更號3 更號31.7多 啊,拍是3.11多 你按一下計算機 就可以得到 它的大概的角度是多少 所以更號3大概是幾度 其實在這個題目裡面 也不是很重要 它就是某角度嘛 它就是某個角度對不對 它算出來就是某一個角度 好,那現在同學 你抬頭看這邊啊 我問你啊 Side某一個角度 一定小於更號3對不對 這不是廢話嗎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來,請問你 SideX一定會小於等於多少 1啊 Side的天花板就是1而已嘛 你再怎麼了不起 你這個X 不管是什麼樣的數字對不對 不管你這個弧度是幾弧度 切換成角度也一樣 你的天花板就是1啊 更號3都比1大了對不對 更號3是不是又已經比1大 所以你本身小於等於1 那你是不是一定會小於更號3 對啊,這不是一定的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選項要不要選 要啊 這個選項當然要選啊 一定小於更號3 因為更號3就已經是多少 1.7多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選項要不要選 要這個選項要選的 這個講一個比喻給同學聽喔 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動畫 叫聖鬥士心死 漫畫有聽過嗎 有人有聽過對不對 聖鬥士心死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雖然他只是親同聖鬥士 但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同一個招式怎麼樣 不能對他用兩遍 所以你們就是聖鬥士啊 你第一次考試對不對 你說啊靠啊 沒有注意到一些細節沒有關係 你第二次就不會被騙 對不對 這一招只能對你用一遍 第二次你就對你來講 這個東西就太簡單了 聽懂這意思嗎 學測前你可以盡量犯錯 你要犯多少錯都沒關係 你學測他一定把你所有實力都釋放出來 這最重要的對吧 所以你哪裡不會你要講啊 講完我們就來定證好不好 OK 那我們要繼續定證嗎 我應該要講進度了對不對 繼續定證 看繼續定證我們進度會完蛋耶 我覺得這樣有點不太行耶 不然先讓我講進度啦 進度講完我們再來定證好不好 如果有時間的話 OK 來那款權先收起來囉 好不好 我有時間我就幫你定證嘛 阿不然就私底下來問我嘛 欸你翻到那個41頁 哈囉 我們今天終於要進入第三個主題囉 來請你翻到課本41頁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所謂的合角公式 就是找一個空白的地方 把標題寫上去 合角公式要背 也要會推 這基本要求翻到41頁 40頁41頁 我們今天就介紹一個賽的合角公式 合就是相加的意思 我們就要介紹賽的α加β 我先講結果 可能有些同學已經有背過 你知道賽的α加β是誰嗎 叫做賽的什麼 賽的α cos的β 再加上cos的α sin的什麼 β sin cos cos sin αβ αβ 沒有什麼口訣 如果你去看我早期的一些影片 我有創造出一些很好笑的記憶方式 但是我覺得年紀大了不適合搞笑 所以我現在不想搞笑 就是 反正我覺得你們就把它記下來 多念幾遍 sin cos cos sin αβ sinα cosβ cosα sinαβ 多念幾遍 會推就記下來 你如果想聽一些口訣 你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那我先講一個東西 我們先講動機 為什麼要學這個東西 學這個幹嘛 講一個問題 來這個問題 寫在旁邊 課本 請問Side 75度 來是多少 找一個空白的位置寫一下 Side 75度 有同學知道答案耶 好棒喔 你有背嗎 來寫上去 4分之 更號6加什麼 加更號2不錯喔 早期我們會要求學生把它背起來 因為75度也算是一個特別角 不過我們新課剛不強調這一塊 也就是說你不背沒有關係 不過現在問一個問題 這問題很重要 請問你在去年 應該不是去年 應該是今年 你在高一下的時候 寫在旁邊 你在高一下學期 學三角函數的時候 Side 75度 是怎麼被推出來的 你沒有背 但是你應該要會推喔 對吧 沒有背是不想增加你的負擔 但是你要會推 結果你Side 75度 你說是不是 跟號6加跟號2嗎 剛還是誰講的 誰講的 誰講的 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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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合腳公式 不對 我們現在要先回到以前 確認你以前的部分沒問題 再來用合腳公式處理這個問題 讓你感受一下我們現在學合腳公司的威力 我要你回到你高1下學期的時候 請問你75度這個腳要怎麼畫出來 誰要告訴我75度怎麼畫 我用那個單位圓 用什麼 15度嗎 對啊15度怎麼做出那15度 他就畫 我真的有點不太懂 你們這都在公分小 等一下我先引導你們 來你們先畫這個三角形 你們高1下是不是都忘了差不多 來這個是60度 這個是30度 這個三角形是不是大家都認識 你先告訴我是不是大家都認識 對嘛 那這邊長度這個叫1 60度的邊這個叫根號多少 3 那斜邊90度最多邊是多少 2 好 來告訴我那75度怎麼出來 你們就這樣啊 現在才同一年而已 2020年的9月多 你現在高1下的東西你都忘了差不多 30度切一半 30度切一半 啊怎麼切 那時候老師怎麼說 是不是把這段延長 延長多少 跟這個斜邊一樣長 這個叫多少 2 讓這個長度跟這個長度怎麼樣 一樣 你有做席題嗎 這是高1下 這是高1的席題喔 然後你猜要做 對啊 你去放高1課本 這高1的席題喔 然後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這個長度是2喔 來 把誰連在一起 這個點跟這個點連在一起對不對 來 你把它連在一起 連起來啊 對啊 那連起來之後 我問你一件事情嘛 請問你這個30度 那這個角度是幾度 150 那這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等腰 等腰 所以請問你這個角度是幾度 對 這個就15度 對不對 那這個角就是幾度 這個角就是15度 那請問你 60度加15度 這個角是不是就75度 我們高1沒有教什麼神奇的技巧 這課本的東西啊 看一下你先畫圖好不好 等你我給你30秒 你把這個圖畫上去 來 我現在把這個三角形喔 這樣畫喔 慢慢來 順便幫你複習高1 你們高1大概就 很多都忘了啦 對不對 你們就是這樣 當下都覺得簡單 那現在問你就什麼都不會 來 這個是75度 這個是幾度 這個是15度 5 OK 那我問你喔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1 對不對 這段是多少 我這個畫圖中不準嗎 對 這是2 加什麼 更號3 那請問你斜邊會不會算 必是定理啊 你知道斜邊是多少啊 斜邊是更號多少 斜邊是更號多少 蛤 斜邊是更號下 裡面是什麼東西 8加什麼東西 4倍的什麼 更號3 寫上去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回到高1啊 對吧 然後我再問你一件事情喔 高1上學期再學一個單元 叫術與4 更號裡面還有更號 這個叫雙重更式 你有沒有學會怎麼開雙重更式 有啊 來這個雙重更式怎麼開 來 更號 這裡是8 然後開雙重更式 裡面這裡不能是4 這裡要擺2 所以你要擺一個2 推到更號裡面 2推到更號裡面變成4 4再乘這個3 所以變多少 12 對不對 這樣寫可以吧 你高1的東西沒有忘這麼快吧 然後再來 這個東西它是誰呢 來 更號 這個8 我家我們請有小盒 後面有小機 8要看成兩個數字相加 12要看成兩個數字相乘 那兩個數字是誰 6跟2 所以這個8你要看成6 加2 然後再加上兩倍的更號 6乘多少 6乘2 高1上的沒有換光吧 好慢慢來喔 然後請問你 這個東西開出來 好我開慢一點 更號裡面剛好可以配成一個完全平方 請問是誰的完全平方 0 更號6 加還是減 加 加 加更號2的什麼 完全平方 到底行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最後開出來這個結果是誰 更號6再加多少 更號2 給你30秒 請你把這個東西伸出來 都沒有講超過範圍喔 這個都是你高1應該會的東西 好嗎 來寫一下喔 所以這個斜邊是更號6加更號2 我們現在終於要幫同學複習 高1的小朋友怎麼算賽的75度 來賽的75度 那個時候我們學三角橫數說 上一教什麼兵分之什麼 那時候我們學三角橫數說